哈喽哈喽 喂 很久没听到你的声音 唉,很厉害 我以为你忘记了这个节目 但每次都听到你的声音 就说现在就会播一些数据 哦 今天说些什么? 我们今天总共只有8分钟左右 你想说些什么是一节过的 一节过 你今次是否回来之后不离开 哈?回来哪里? 回来这个节目 不是,不是 现在的节目是阿亨负责 但阿亨这两个星期都不得出佛 所以下星期都是我的 哦 我现在说一下 133,12,133 我们到27分半就要完成了 几分钟开始? 还有两分钟 好的 可以说一下 我们一向说健康的数据 其中一件事 就是 你知不知道那些血管闭塞 平时量一下血压 血压是否太高 但原来血压正常 可以在脑上闭塞 在肝上闭塞 血压正常都可以在脑上闭塞的情况? 有啊 是啊 那量血压是否不准? 不是,那量血压是整体的 但是有些地方 譬如它是塞了的 那又有机会中风 或者它那里受不了的 不够弹性 爆了又是中风 中风只不过是最后见到的东西 但是你知不知道原来少少闭塞 他们找到差不多有40%的老人痴癌 都是和血管在脑上闭塞有关的 是吗?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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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就是健康数据 那变成了 就一向都和何康说 不过上个星期就没有做到 所以变成了 吊住了听众 就是说起血管闭塞 其实都挺麻烦的 因为你很难知道 譬如你知不知道女人平时站得多 发觉那些脚有些叫做 那些都是一些闭塞的情况出来 所以才搞到 那些蓝色的血管 是啊 那就不漂亮了 那就不穿短裙 那很多人生完小朋友 那些东西就会不穿短裙 因为看到那些血管 那为什么那些血管会这样呢? 因为它闭塞 那它就会生多些血管 才可以继续有血去那些地方 嗯 但是那些血压一直在查 所以你平时查到血压有问题 就已经很大问题了 但是其实呢 那里有没有问题 不代表整体小的地方没有问题 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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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一直存着 就是说起这个 那我们呢 那我们是否讲一下 通脑闭塞的方法 还是怎样呢? 会 不近八分钟 你讲起来 原来有很多人就发觉 原来就是吃姜 会行血的 会动动的 另外 姜 会啊 另外山渣又会了 另外呢 连西瓜皮也会 西瓜皮也会 白色那些西瓜皮 西瓜皮 刚好你又回来了 啊 啊 怎么吃啊 不就是难吃 所以就没有人吃 但是它有这个功效 你讲 我们讲那些数据嘛 那就讲那些数据出来 好 好 马上来 好 好 马上来 OK 好 好 马上来 OK 好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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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十一月的感恩節演出活動和頒獎禮 還有機會被推選參加 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的演出活動 兒童才藝選拔賽 佛骨兒童才藝之光 定奏未來之聲 歡迎家長致電查詢報名詳情 查詢電話650-808-8888 650-808-8888 白金贊助 加州人壽及殘障機構 健康大數據會為大家一一解破 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早上各位 數據背後究竟是甚麼健康密碼呢 當然不是由我葉利寧去解答 而是由趙博士的 早上趙博士 早上Sandy 這麼久沒聽到你的聲音 你沒聽到嗎?我每天都按Layer 是啊 每天都聽到你剛剛講 健康數據的直播 就是你錄下的 所以都不記得多開心 現在聽到你的聲音了 我也很開心 跟趙博士繼續談一談 講一講健康數據資料 今天跟趙博士談過 他想講一講 關於腦閉室的話題 原來根據趙博士所講 有百分之四十的老人失智症 都是跟腦閉室有關 是嗎? 是呀是呀 我首先跟大家講 就放了這些數據 在Facebook 上 變成大家可以慢慢消化看 因為你說今天只有一節 8分鐘 是呀 現在只剩7分鐘 怎麼說呢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身體不是去量血壓的 最好就是120 在上面的數據 下面就80 標準 誰不知呢 就看到原來很多地方的身體 譬如肝 可以有hypertension 特別堵住了 血壓就高了 在肝的位置 另外就是在腦部 都可以發生這件事 這些叫做 Cerebrovascular 即是腦部 以及它的血管 它的健康 如果那裏塞 就會搞到可以是中風的情況 譬如它塞住了不夠血 或者它塞住了之後爆了 或者怎樣 這種這樣的Ischemia 是可以搞到出事的 好了 有這個情況 大家都明白了 中風 中風當然是跟血壓有關 一定是有些閉塞 或者它受不了爆了 但是你猜都猜不到 有四成的機會去老人之外 是會和這個 血管閉塞有關 那些血不到的 那剛才在做些什麽呢 忘了自己在說什麽 一會應該會回來 想起也想不到 有些失散地 那如果血管閉塞在 即是你知道 性生活那方面 然後男人就出過這個問題 有九十年代有沒有聽過 就是有一件事 就是吃了之後 藍色的丸 然後就會有那些反應 那些都是一些閉塞一種 那些血不到 當那個情況到 但是那些血不到 那就變成了沒有反應 是吧 有些這樣的事 那如果你的information 想到那些東西的時候 那些血不到的 那便想不到那些東西 那你是誰啊 你是誰啊 那你想一下 就是有這個 這樣的情況發生了 那你想一下 其實呢 再退一後 退後一步 就是既然呢 原來吃開煙 或者是很多膽固醇 那些人呢 也都是 還有糖尿很高 糖分很高 或者是 在家庭裏面本身有這個遺傳的呢 他們都是會有這個 多了機會 會去血管閉塞的 又有些感冒 我就會說一些數據啦 怎不知呢 就是在這個 這三年來呢 有些很特殊的東西出現了 就是發覺原來 外滋病人呢 都可以血管閉塞的 那不奇怪啦 不過要用研究才看到這些東西的嘛 那然後就發覺了 就原來除了外滋病人呢 中了這個 新冠肺炎病毒的人呢 有很大部分人呢 都是有這個 血管閉塞這件事 那些跡象 嗯 那所以呢 是的 嗯 你問吧 剛才你又說到啦 你說即使是血壓正常 也可能會有腦閉塞的情況 是嗎 是呀是呀 是呀 那怎樣可以驗出來 如果血壓正常的話 我也不知道 哇 我血壓正常 原來也有腦閉塞 那怎樣去補救 怎樣去預防呢 你預防呢 其實是 你讀書的時候 如果要預防 譬如你想拿考試 考A 那你預防 當然有個B時候呢 才會 好像有些分數 有些問題 那你就不希望呢 真的變成了個B時候呢 才去去處理的啦 那但是呢 如果在那裏 驗到那些血管 是閉塞 而在整個身體上呢 那血壓不正常呢 那就可以是叫做 可以叫做肥腦的腦 差不多叫做 是吧 即是出事 現在不是拿到B 現在是拿到F 或者 那F是多少 60分啦 還可以充滿啦 另外是 只剩10分啦 那現在要做些什麽呢 所以你會見到就是 譬如通波呀 有很多這些情況呢 就要看一下做不做呀 但是我們說健康數據 就再退多幾步 就是究竟呢 有些什麽會令到血管呢 有些問題呢 原來呢 很多 那我一會就post一些出來啦 就很多這些這樣的 譬如 肝炎啊 是病毒搞到有肝炎的 會搞成有這個問題的 吃煙當然會啦 打护唇膏 但是不是一定 不一定吃煙的人 就是這樣 又不一定打护唇膏 但是只知道就是 如果中了某些病毒 甚至我再說一件事給你聽就是 H.Pylori 有時候那些人就胃痛 那它就有一個東西 進入了那個胃裏 叫做Helicobacter pylori 都是會 都是會搞到 有這個叫做Athelocerosis 那有這樣的study在這裏 那有人做 有人付錢就有人做的啦 那為什麽會找這些東西 就是因為這個新冠肺炎病毒 就開始有很多人說 我本來沒有這些問題的 那但是真的很不舒服 那開始看了 那看到血管 就是血壓整體來說沒事 然後有些問題 那就開始有很多 這些你會看到就是 但是有些國家 他們本來吃很多薑 就會好很多的 好很多的 就是吃多些薑 因爲我們中醫也有這種說法 薑是行血的嘛 是啊 是啊 那除了吃薑呢 就是可以防止 有些功效 防止腦閉塞 有預防的 除了吃薑呢 還要吃些什麽 最奇怪是這樣的 Sandy 做開這些研究的人 是不吃薑的 雙面坐 雙面坐 他們還未搞到 這個薑的問題 只知道中醫和華人 就吃很多薑 那另外 另外是什麼呢 另外就是胡椒 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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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鮮磨的胡椒 又是有些功效 那 山渣呢 對了 你剛才跟我聊過 你也知道山渣 所以聰明了 你夠記憶 你真是沒有 哈哈 我想問你一件事 趙家徒 我想問你一件事 因為 有一個研究就說過 印度人 亦都比較少幻想 老人七字症 因爲他們吃很多咖喱 現在裡面有黃薑粉 是的 黃薑粉 都是可以有助幫助 減少老人失智症病發的機會 是的 你知不知道吃辣東西 都會行血的 所以 連子天椒 都有少少這樣的功效 嘩 吃辣東西 那樣 是的 所以如果你 你辣辣的 譬如真正的咖喱煲 辣辣的 那便有行血的功效 所以你看到就是行血 如果整體來說 行血就很有用 但不是所有行血的東西 是好吃的 咖喱 偶爾吃都挺好吃的 紫天椒又調味 胡椒又會好吃 全部都好吃的 山楂也好吃的 山楂也好吃的 加了糖更好吃 是吧 還有一件事 但有些東西不好吃的 不好吃其中一件事 叫做 不知乎乳 帶苦味的 另外 另外還有一件 就是經常有人扔 覺得不吃的 就是西瓜皮 西瓜皮也可以 西瓜皮也可以 就是有一個成分 叫L-Citulin 它特別多 L-Citulin 也是會幫助的 那變成了 究竟哪一件事 幫得最多 最少 就發現了 不是單一件事 才能幫得到 很多時候 就不行 對 今天時間關係 阿趙博士 我們談到這麼多 我們留下星期 可以繼續再說 對 吃多些辣的食物 或者黃薑粉 薑等 都可以有幫助減少 失智症爆發的機會 對 聽的 下星期我們繼續 好嗎 下星期也是你 是不是也是你 好 下星期見 拜拜 拜拜 泰元酒家為慶祝開業九周年 謝謝 今天忙到吐 我們又有直播 嘩 即是你一直回來 不過呢 就不在這個節目 是不是這樣 當然 我每天五時前都在這裡 嘩 我不知道你還在這裡 只剩下你的聲音 是嗎 天天五時前都在這裡 但是很多其他事情 今天就很忙 因為我們有同事放假 所以今天是很忙 嘩 原來摩音那邊 即是做電台那邊 原來是這樣的 都想不到 是啊 是啊 我沒有 即是做到吐 今天整個上週 加上誰又放假呢 阿亨 所以很多工作 是啊 是啊 我不跟你說了 我現在又要搞其他事情了 今天少了幾個人上班 好吧好吧 下星期見 我下星期再跟你聽下星期 下星期不是我 我下星期放假 嘩 你全都告訴你 下星期是你 那怎麼樣 幸好在這裡斷了沒有 我不想起 我下星期去夏威夷 我不是玩 你又去夏威夷 哈哈 我不是玩的 因為我老公 是啊 我家裡在那裡 我去探望我家人 我不是玩的 我知道 通常你都去真的不玩的 是啊 不要緊 那些人忘記了 那 那 血管閉塞嗎 哈哈 哈哈 我擔心 我有 哎呀 糟糕 不跟你說話了 好吧 就找我吧 拜拜 拜拜 那 這樣就收到線了 現在去到16分鐘 因為我這邊錄了 那 就有少許時間去跟大家說一下這件事 我其實很不喜歡 7分鐘 8分鐘 就濃縮了一些東西 然後就說不完整的情形是什麼 那 那 那 我 我 一會兒 我 我 这一个情况,为什么可以中了这些病毒 就会搞到那个血管厚起上来 After cirrhosis,其实那个怎么开始呢 首先就是那些血管厚起上来 然后它就会叫做narrowing 即是它会扎起上来 接着就会开始有些东西塞在里面 那些东西叫做plague,塞在里面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study,就不是这一份里面 其实有很多我说起,就是吃钙片 是会令到它塞起上来的 所以你要分开每一个情况 就是钙片不可以乱吃 那为什么吃钙呢? 比如有些乳骨,其他东西有钙 为什么它会不塞在里面呢? 这个是没人知道为什么 只是看到就是在量度一些血量里面的时候 如果吃钙片搞到它太高偏高 那有一个问题 如果那个维他命D的质素 因为你叫它为维他命D 就没有分类到是D2还是D3 如果是D2 那个情况就绝对没有D3帮助吸收钙那么好 但是绝对没有什么study去说 如果我们吃够多少D3 然后才吃钙片会没事呢? 只是知道就是很多人吃了钙片 最初当然是免费吃才能做到study 也都在讨论说 免费吃一定好 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去试做这个研究 要不然找鬼做 那他做了 然后发现了呢? 当你做了那个study的时候 发现了那些人吃了钙片 最后是反效果 是在那些血里面有 然后就放下去 放下去的血 在血里面比头多 身体的细胞不要 才会放出来的 有其他问题 那究竟会不会和他吃不吃烟 有没有trigger 有关的 吃烟是绝对对这个 血管narrowing是不好的 另外就是看到就是 如果是胆固醇高的人呢 就不好了 如果本身呢 已经是有 就是血压高的 那也是不好的 那你好像是塞开的 那当然多些机会塞 另外就是 如果是有 已经有那些genetic factor 本身已经是这样的 那再加上呢 hyperglycemia也是会的 那所以糖分 很多东西 但是绝对那时间 去找这些东西的时候 没有想过 如果中病毒时候 或者中某些bacterial infection 都会 那这一份东西呢 那一会儿就在这个录音那里 那里 我会写出来 我会写出来 第一 就是influenza virus 什么呢 是influenza 就是流行性感冒 然后还有 herpes virus 这个我不翻译 因为免得搞错 herpes virus 第三 就是hepatitis virus hepatitis virus 就是你知道很多肝炎 肝病 那些病毒 搞到有肝病 hepatitis virus 还有papillomus virus 那这些呢 就会搞到有肝病 那直至到我们这三年里面 因为这个paper是2022年登出来 十月 就是没有一年前的 一年前都没有 那它登出来 就有得做了那个dataset 关于新冠肺炎病毒 那然后它们全部呢 都有一个increase 在这个CVD 就是cardiovascular disease 心脏病的问题 那当然你可以退一退去后面 看到就是血管闭失 和那样有关 那然后它就开始看这个 这个情况 为什么 我们现在都有这么多种方法 控制这些问题 就是食疗 去查身体 甚至还有很多药 可以令到 那些胆固醇高的 减低的 吃烟 有很多人知道是不好 那为什么 还有这么多人 有这个血管闭失 还在升 那就开始去找了 去查了 那就是发现了 甚至有些细菌 叫做clamydia pneumonia 和这个helicobacter pylori 刚才我说 也是广东话翻译 不知道它不是螺旋组 但是你们自己查一下 helicobacter pylori 那这些bacteria 甚至连外之病人 HIV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可以叫做provoke 就是刺激 那个development 那个血管闭失情况 那这个 这个是一个 我们说的data set 就是有兴趣看 这些data set的人 就会看到 咦很有趣 就是说原来 不要乱这么病 如果病 要看看拿什么病 这些病 原来病了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那我一会就在这里 放一条link 让谁喜欢看 慢慢消化 可以看